大家好,我是黑哥,今天来到了林温市一城县 带大家看一看咱们这个蜂蜜是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大哥,您是哪里人? 我是河南的 河南,咱家现在采的这个蜜是什么蜜? 是金条蜜 金条蜜吧,这是到,最边边这个就是金条是吗? 那个花都是金条 金条花,你看了吗? 可以给大家拍一下,它是紫颜色的,发个担子 现在采压的这个蜜就叫金条蜜 咱们有时候喝的金条蜜就是这 就是从这个里面采出来的 哎呦,这全是那个蜂蜜它也就是这么出来的,是吗? 蜂蜜这边上都是蜂蜜 就是这个带窟窿眼的这个吗? 不是,那是蜂蜂蜂蜂蜂蜂和蜂蜜,我都是不太了解 它们就采压这个蜜就在这里面 就是咱们这个,对 呦,这蜂好多呀 哎呦,密密麻麻的 它这采完了这个蜂蜜就在这个窟窿眼里,是吧? 对对对 大家看一下这细细的这个眼里,全是亮晶晶的,这全是蜂蜜 哎,全部是,全部是蜂蜜 蜂蜂蜜嘛,这就是正二八斤的 哎,这蜂口的都是蜂蜜,这是成熟的 特别好,这一个蜂箱里面能放这么六七片 哎,对,有的还多 这种工艺它是现在设备是替代不了 就是真的咱们这放蜂蜂蜜的艰辛 可能大家不到这个身边,不到跟前,你这体会不到的 不管它刮风下雨什么的,恶劣环境都得克服 所以说就是真正的咱们这个良心的蜂蜜,采出来它的价位可能就是相对高一点 外地风看完,黑格带带大家看看我们一城的本地风 也就是土风,看它这个蜜是怎么缠出来的 肯定是大同小异,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山凉上面啊,这就全在山上 基本上这是个半山腰,对面你看,这又全是山顶 一座座山,一座座凉 人好,身体还好,这里一看这 你种这么多菜一个人 呀,种的真可以,这真的都吃不完我感觉,夏天 够了,够吃了,自己就不用下去买菜,豆角,柿子,什么都有 你看,咱这本地叫土风,它都是 埋在这个土里,一个小洞,一个小洞,里面只有一箱 而且这个土风和那个外地的风,还有点不一样 这个里面的蜜已经够了,可以甩了,是吧 你看特原始的,这地方就是没有什么修饰 我不敢走太近了,我没戴帽子在这 你看这上面全是这风潮米 比那家养的那些风大一点,是不是 小,小,但是我看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就看不出什么端泥 这个蜜,你不惹它,你不要打,不要用手去打 你别激烈地动,它就不折你 它把这个像你先切掉,把里面的这个蜜再甩出来 看这蜜多好 这蜜都流出来了 这块潮米,充蜜,你看它是,接的是蜂蜜球 你看它不小水啊,刷就流下去 对对对,一小块不敢大了,大了它太软 看咱家这蜜啊,甜然的 嗯啊 甜的我脑瓜都疼,哎呀 就是,还是这个甜东西,人吃的幸福指数高嘛,有甜蜜感嘛 这回头必须带一遍 回去让老妈尝尝 这太养人了 哎呀,看你们吃的,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哦,这就网主 你看这里面像下雨似的,刷刷的 我这会儿可能拍不清楚,但是它全甩出来了 你像这两扇子它能甩出多少蜜来 嗯,一般的一批可以,就是蜜,蜜也好的情况下可以甩七斤 摇这个不成吗 不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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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尝试一下 你来尝试一下 我感受一下 你看看这里这个,五黑哥这个二把刀子也摇一摇 这个蜂蜜看谁能喝到了,这是黑哥摇出来的啊 都是打电话摇人的,黑哥在这摇蜜了 你看这边还没有,这是两边甩的蜜 他把它翻个个,甩完A面甩B面呗,就这意思呗 对,你看这不是甩完呢 哦,这就甩出来了 你看,这个放到里边 然后你看这外面的蜜,我们再次去甩啊 再甩它就这么又甩出来了 那就是全,把它蜜就全甩出来了 它又放回蜂箱了 再拿两个蜂巢再甩 这过程也慢悠悠的,也不能着急,是吗 这就是这两个蜂巢甩出来的蜜在桶底了 你像那蜂巢它这个,反正还要拿滤网过滤了吧 有,咱们一带着过滤器 哦,一过滤了它那个蜜就看得清凉了 但是咱们这生蜂蜜,咱不是熟蜂蜜 嗯,这个蜜可以直接吃 就直接吃吗 这个带着蜂巢甩出来的蜜可以直接吃 太过瘾了,那会我吃了一个就是哇香哇香的 这大姐在这蜂巢里给我献割了这纯天然的蜂巢蜜 拿回来让老妈尝尝鲜 这东西可是高营养 我们就到了山下大哥大姐家的这个小院里了 就在脚底村里 这大哥家里还有一棵这大葡萄树 这个葡萄树的可真不小 整个这家长全是葡萄 你看,都是清淡的,还没长成呢 今天我吃我们益城的姜水面 姜水也是一种发酵的一种 就是跟酸菜差不多 但是咱们是野菜做的吧,咱的姜水 但是我是不是太了解,但是知道一点 姐这做饭就是快 这瞬间你看四个菜好了 现在自己家里的黄瓜 土鸡蛋 还有一个西葫芦 这个鱼吧不是姐家的,就是一个鱼罐头 简简单单的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黑哥眼前 这碗姜水面 到了咱这益城不吃这姜水豆腐姜水面 真正的地道农家饭 吃的少了解不干 吃着姜水面的喝口这个姜水 酸香可口 这个姜水里边配上豆腐 就必须配豆腐 配上豆芽,更好吃 但是吃过土鸡蛋,这里面都有 土鸡蛋炒的就是焦黄的 韭菜都是他自个儿的 自己种的 我还得来点这个辣椒 这个辣椒好像是熬的那种 跟剁椒酱一样 烧椒酱 这个感觉要这样的馒头夹着 啊,超级可以 大姐都现在都顾不上吃 管让咱们吃哈 今天比较仓促 他主要是给大姐来了个突然袭击 今天视频里这本地的风 外地的风都带大家看到了 而且大姐送了我两瓶 最天然的这个蜂巢蜜 黑哥又是满财而归 而且 大姐还做了可口的饭菜 黑哥特别的感谢大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